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个大小河卓的故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带领着这乾隆皇帝 援助的人马就从这个北疆啊 杀到了南疆 到了南疆呢 他先落脚在乌石城 凭借着自己这一股的狠劲啊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没费什么劲 就拿下了喀什嘎尔 那为什么这么容易呢 其实也很简单 哎,喀什嘎尔的这位韩王啊 玉速府的儿子阿布都拉 实在是忒怂了 哎,没有什么这个杀法果断 最后只能够七成逃跑 再者说呢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啊 在这喀什嘎尔的群众基础也好 这块地方居住的 哎,不管是这个普通的民众 还是这个巴尼老爷 这些贵族平民呢 几乎都是白山派 波罗尼都啊 这个占了这喀什嘎尔之后啊 对这个黑山派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 昨天呢 咱们这个依据这个合作传当中的内容啊 哎,稍微的细致的讲了一下 是如何清洗 清洗的内容 可能有的朋友就认为啊 太血腥了 哎,不愿意听 哎,您不愿意听呢 咱们以后就少讲 不过呢 作为一个叙述历史故事的人呢 我有义务把这些真相告诉大家 总之呢 这波罗尼都啊 没费什么劲 就进了喀什嘎尔城 正当他呀 要一鼓作气 拿下这黑山派的老仇 叶尔强 活着那黑山派的头子 活着加喊的时候 哎,草原上来信了 从这个北疆啊 也就是原来的准部 来了一对这准嘎尔的使者 使者是谁派来的呀 这些人自称啊 是草原上的新任大韩阿姆尔撒纳派来的 却原来呀 是这阿姆尔撒纳并不满意 这乾隆皇帝 在第一次清准战争之后 把这草原上的权力分散了 他一下子委任了四位韩王 那我们都知道 这权力是应该集中的 你委任了四位韩王啊 等于就没委任韩王 那结果就是呢 有什么事啊 这四位韩王上了以后 报知中央政府 乾隆皇帝批准以后才能实施 那长此下去 这韩王啊 干不干呢 就不得得尽了 并且呢 这阿姆尔撒纳 天生就是野心家 实际上啊 他去这个清朝搬兵 请这个乾隆皇帝派兵 让他杀回草原 他就是想做这 墨北草原的大韩 可是这最终的结果呀 并没随了他的怨 哎就因为这马子事啊 哎这孙子他就烦了 这才有了这个定边将军班帝和 驻伊犁大臣鄂荣安 哎让他逼死在黑山头 可这阿姆尔撒纳反了不要紧呢 他身边呢 还有一员维吾尔的将官呢 这员将官是谁呀 这员将官就是大和卓 波罗尼都的弟弟 小和卓 霍基战 那么这霍基战 为什么留在阿姆尔撒纳身边了呢 当初我这乾隆皇帝有旨意 说让那个大和卓波罗尼都啊 进京朝圣 这小和卓呢 哎让他呀留在北疆管理当地维吾尔人的事务 这些个维吾尔人呢 哎数量还不少 是当年准个二韩国呀 从那个南疆强行移民到北疆的 为的就是让这些维吾尔人给他们种粮食 种麦子 在这些准个二人的嘴里啊 对他们还有个灭称 叫做塔兰奇 那最后我们也知道 这大和卓 波罗尼都啊 最后他没进京念圣 让这乾隆皇帝一道旨意啊 就发到了南疆 去统一南疆了 这阿姆尔撒纳一反啊 哎 首先马转的就是霍基战 哎 就是小和卓呀 这小和卓一想啊 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跟着这个阿姆尔撒纳反了呀 还是这个帮着大清朝剿灭阿姆尔撒纳 哎 报这个被解救之恩呢 最后他看清了情况之后 他觉得这事啊 不用想 哎 还是顾命要紧 因为他发现呀 这乾隆皇帝在第一次清准战争之后啊 在这个战略上的事物太大了 在这个北疆啊 这个中心地区 留的这个兵力实在是太少了 在伊里只留了五百人 大批的部队啊 都调回到了巴里昆 乌鲁木齐方向 这班地厄荣安带的五百人呢 一死啊 这回可倒好 这草原上一个八七兵都没有了 那全是这个准嘎尔兵 这吃到如今呢 还别说找粗腿抱了 这能抱的大腿就只有两根 哎 就是阿姆尔撒纳的两根大腿 于是这霍基战呢 就为了保命就一辅于阿姆尔撒纳 哎 也就等于呀和这阿姆尔撒纳一同反了清了 这阿姆尔撒纳呀 他不傻 他知道啊 广是你这小合拙呀 投靠在我身边啊 没有什么用 我呀 就得趁此机会呀 把那个大只子招到我的身边 就是你哥哥波罗尼都 我听说呀 没几天的功夫 这波罗尼都在南疆 他混的挺壮 于是啊 这阿姆尔撒纳才往南疆派出了这支使团 那意思也很简单 就是你是效忠我这新任的准盖尔韩国大韩 还是效忠那个伯格达韩乾隆皇帝 你瞧着办 反正啊 你兄弟在我手呢 说实话 这波罗尼都这会儿啊 他为难了 他让这个准盖尔韩国的使臣呢 先等一休 让他呀 想想再做出答复 他最先考虑到的就是威胁 咱们就说这个清军嘛 现在清军呢 远在巴里昆 离我这儿啊 隔着茫茫的汉海隔壁 这阿姆尔撒纳可不一样 通过这个夏特古道啊 两天的功夫 这草原上的准盖尔骑兵呢 就能杀到我的 喀什嘎尔丞相 想想自己啊 在这个伊犁被准盖尔韩国人囚禁的时候 看到这些鞑子呀 是如何的凶狠 这波罗尼都啊 拨梗子后边就不由得嗖嗖的冒凉气 那他就不想想是谁 把他从准盖尔韩国手里救出来 谁给他的解救之恩吗 这波罗尼都啊 他能暗示自己啊 这大义面前呢 不念思恩 长挂子这路政客嘴边上的就是啊 我个人的恩怨不算什么 我在乎的就是我的隐民 这念头一闪而过呀 他心里就平衡了 这长此下去呢 不用再闪这种念头 就这路政客呀 他心里也能得到平衡 可是呢 这听说的好朋友都知道啊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身边呢 可不是没有这大清朝的人 这乾隆皇帝可是派了一位室卫将军叫做托伦泰 在他身边啊 帮助他收复南疆 嗨 这波罗尼都他早算到了 托伦泰一共从北疆带来了 1400人 只有400人呢 是八旗兵索伦兵 剩下的1000人呢 是这个准个二韩国投降的士兵 一旦一举起反旗呀 这些士兵很容易就倒阁了 因为他们心里也有这个王族灭主的恨不是 他打定好主意之后啊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个托伦泰软禁了 他跟这个准个二韩国使者说的还不一样 他说呀 是把这个托伦泰囚禁了之后 关进了水牢 那实际情况呢 是把这托伦泰和他手下这400兵啊 妥善的安排了 哎 好吃好喝好招待 这牛羊肉我随便造 葡萄美酒夜光杯 时不时的 还有这个大眼睛的姑娘啊 歌舞助兴 你这托伦泰呀 愿不愿意的放在一边 反正是啊 你哪也去不了 就被软禁在喀什嘎尔城了 于是这大合作波罗尼都 就跟这帮准盖尔的使者说 回去告诉你的大汗 一定要善待我的弟弟 哎 我的心呢 是永远和大汗在一起的 这就算是啊 这老谋深算的波罗尼都 给自己留了一手 并且呀 也就是因为他善待了托伦泰 他没有杀他 最后呢 这乾隆皇帝呀 也并没追究这大小合作兄弟 第一次的判清 相反呢 这乾隆皇帝还认为 这哥俩老是 在这个阿摩尔撒纳的 这个强权之下呀 才判了清 投靠了匪类 那说说到这儿呢 实际上啊 没过多长时间 这小合作祸机站呢 就从北疆回来了 他回来之后啊 花说柳说 用一大套他所谓的道理 就说服了他的哥哥 大合作波罗尼都 既不能依附于蒙古人 也不能依附于大清朝 我们应该呀 独立建国 继承先祖这白山派 阿巴克大合作的一帜 建立这个正教合一的 穆斯林国家 可是啊 这一段挺长 今天咱们来不及了 咱们明天再聊 那咱们剩下这会儿 咱们聊点什么呢 我呀给您收个尾 咱们彻底的呀 把这个黑山派讲完了 咱们说了好几回了 这大合作波罗尼都 在收复了喀什卡尔之后啊 就有兵发叶尔枪 那做来说呢 这叶尔枪城啊 就是人家黑山派的总部 那儿啊 住着这黑山派最大的手子 教主韩王 合作加罕 要说呀 是不好打 可是谁想到 这合作加罕呢 比这个他那个侄子 哎 喀什卡尔的那位韩王 阿卜都拉还松 他跟自己这帮手下人说呀 要不然这样得了 我干脆呀 我带着家小啊 卖家朝圣了我 哎 这话说的才叫一个孙子呢 那什么叫卖家朝圣啊 那不就是要跑吗 这就和慈义太后 和光绪皇帝一样 说我们呀 携手 西安那儿啊 打猎去了 对您是打猎去了 您别忘了这北京城上八国联军站了呀 耶吐烧杀强掠 这人民死了 哎 您打猎去了 您那是打猎了 很明显 您这不是逃跑了吗 您这个 哎 幸亏人民他不是傻子 这其他黑山派的这些贵族们说 您哥别走 好家活的嘞 这喀什卡尔城的黑山派呀 那就是例子 投诚以后啊 全员被屠杀 被杀的黑山派信徒人的血呀 流进墨房 能够推动碾墨 墨出了个麦子 勾一成人吃 瞧这个波罗尼都这个狠劲啊 无论是怎么着 只要他攻进这叶尔强城 咱们黑山派的所有信众啊 那惹定是好不着 那既然是这样呢 还不如您带着我们这些人呢 咱们跟他拼了就算了 这样下来呀 没准咱们还有一线生机 那就这样的 何卓家喊也琢磨了 这些贵族盯上自己了 自己想跑啊 肯定也是跑不了了 于是就硬着头皮 打打 那结果就是呢 没打过 最后这何卓家喊呢 带着四百人跑了 兵败如山倒啊 溃君如潮水一般 这四百人呢 跑着跑着就剩三百了 再跑着跑着就剩一百五了 眼看着波罗尼都的军队啊 就要把他们追上了 这会儿啊 乌破连逢连夜雨 这何卓家喊的老婆呀 突然又要分娩 结果呢乱成了一锅粥 最后啊 那甭管是男的女的 这要生的呀 和这个生下来的 全被人家这个大何卓 波罗尼都 给俘虏了 何卓传的作者说呀 他不忍心写出最后 何卓家喊悲惨的结局 所以说何卓传这本书啊 到此结束 哎 这一下子您也能明白 这何卓传呢 惹定是一位啊 这黑山派的作者写的 也就是说呀 随着这个何卓传的结束 这黑山派一脉啊 也到此 被彻底跟除了 咱们想一下啊 就凭这个大何卓 波罗尼都啊 能把人家儿子给顿巴顿巴 那什么喽 咱们也能想得到 这何卓家喊呢 最后肯定也落不着好 那死状一定是很凄惨 就在这波罗尼都 统一了南疆之后啊 简直是双喜临门 那还有什么喜事啊 他的弟弟 小何卓祸及战呢 从北疆回来了 不但毫发无伤啊 还带回了很多的粮草资众 武装的一支啊 还算得上是 兵京粮族的卡兰奇部队 就回到了南疆 这才有啊 这小何卓祸及战 要取代大何卓波罗尼都 成为这南疆新的反清领袖 优优独的资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